画面上的这位是王先生 不管是他的眼神还是表情 都给人一种相当自信的感觉 王先生自诩 对外是个好男人 我的家人中有担当 是蛮奖励的一个人的 对内是个好丈夫 然而自我评价极高的他 怎么也没有想到 就在几个月前 相处了20年的妻子 竟突然向他提出了离婚 片刻的失神过后 王先生迅速地复盘了一遍 这20年来的点点滴滴 最终他得出了一个这样的结论 没事找事做 这是王先生面对妻子 想要离婚的态度 而他的这种不以为然 瞬间把张女士给激怒了 为了让丈夫认清问题 端正态度 张女士拉着丈夫 来到了金牌调解 那么张女士想要离婚的原因 到底是什么呢 此次调解 王先生又究竟会拿出一个 怎样的态度来面对呢 节目现场 当张女士尽情发泄着怨气的时候 当调解团队将矛头对准王先生的时候 非常错误 那你是羡慕 嫉妒 恨呢 王先生会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吗 面对接二连三的批评 自信的他又能否平静地接受的 调解过后 这对夫妻是会分道扬镳 还是重新携手 让我们一同关注今天的金牌调解 你是不是个好丈夫 有问题来调解 来调解没问题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 人心人爱 人和药业 感谢金牌合作伙伴 人和品牌 大家好 我是张燕 欢迎本场调解员 吴建云 胡老师 欢迎您 欢迎场上的观察员们 欢迎大家 欢迎场上的一对当事人 是一对夫妻 张女士和王先生 两位今天来到金牌调解 先说说你们的诉求是什么 我有点解释 看一看我们两个 到底能不能走下去 要是走该怎么走 分该怎么分 你自己现在在这段婚姻当中的感觉是什么 很不舒服 我觉得她对我很敷衍 感觉挺淡漠的 所以这个婚姻 你再考虑要不要继续 对 好 那王先生呢 我希望我老婆把她这个强势敏感的性格 在我们这个大家庭环境里面 小家庭环境里面稍微地修改一下 因为她这种性格不逆入我们这个大家小家 融洽在一起的这种 就目前这个婚姻来说你还愿意继续吗 我是认可的 那对于今天张女士提出的诉求 你是一个什么态度 就十分满分的话 我爱她应该有分 谈起对妻子的爱有多少 王先生非常自信地给了自己一个高分 可一旁的张女士却用夸张的表情 直白地否定了这一切 张女士说 婚姻二十年 她非但没有感受到丈夫一丝一毫的爱意 反而是无处不在的冷漠和嫌弃 就是我没带水杯 我说你的杯子给我喝点水 不许的 她就特别嫌弃 她不是说嫌弃 她没不长机器 我在家里看电视的话 我一去水泡好拿好 她就不 她上楼上去的空手 口口的的 杯子拿着就喝 我就不想要她喝 王先生她就不带就用你的 不可以 不可以 我也不是说不可以 对 就是你这个点你生气的在哪里 你每次都要干什么事情 你这就要规划好计划好 她不喜欢我话多 别人挺喜欢跟我聊天的 比方说她哥哥的小生子 拜干妈那天叫我爆粮 做席的时候就把我牵着那个举席 其实她在那里做饭 我在外面喝酒 说话高高兴兴的 她就在那一个女人整天 麻将搞得燕里飞 女人不像个女人一样 一天到晚的叽叽喳喳的 好像我一高兴一心情也好 她就不舒服似的 老是觉得女人不应该我这个样子的 脏脏扬扬扬的 你抢了风头 占了她的风头 特别是 那真的是不喜欢 这个我们有时亲戚来了 我在弄饭 她来又喝酒又吸烟 而且还是那滔滔不及在那里 儿子们同学来了 给烟她也抽 我就是高兴不 但我也抽烟 我一说她在 亲戚来了高兴 你能抽我不能抽 从我的可能思想有一点成就 这个乳童子在家里面 就那个姿态要摆顿 什么姿态要摆顿 什么姿态摆顿就是乳童子 在家里是那种香气联盟的 对 特点 就比如说那一天 你希望她是怎样的 才符合你的期待 一陪开人 你要那天 喝茶也可以 没必要 一人一根烟那就抽 谁说女人不能抽烟 也不能喝酒 不得体 怎么不得体 好像你老婆在你们家 还是蛮受欢迎的 大家蛮喜欢她这个性格的 那是的 何事何事的 作为一个媳妇 能够这么融入 你不觉得你媳妇 你不觉得她很棒吗 那是 我只认为她棒 但是我不认可她这种行为 不符合她现在这种标准 王先生自认为 她是在给妻子讲规矩 论道理 可显然 张女士接收到的 就只有一种讯息 那就是被嫌弃 据张女士说 这种被嫌弃的感觉 在几年前 她最虚弱无助的时候 达到了顶点 19年的时候 我不是做了一个小月子吗 其实我不知道 我怀孕了 那天我做事的时候 拿了一个大板 一下子扭到腰了可能 肚子疼得不行 我就赶紧跟她说 我说我要回去 回去就流产了 我说最少要休息半个月 或者是一个星期 她说 要请一个星期假 你还不许吃功呗 然后我上班的上的累死了 我还要回来 招呼你 做给你吃 你自己回去回去回去 当天那天晚上 就骑到摩托车 把我送回家了 我就在家里 那回去谁照顾你呢 我自己照顾 小儿子也在家里 还要照顾好儿子 而且第五天的时候 他准备接我去做事 我自己也傻兮兮的去上班 上了两天班 我实在受不了了 我又在家里休息两天 我在家里睡着 然后刚好两个朋友 就在我们家里吃饭 然后用那个地菜举机 但不是说枕头痛 我还想想 他好高兴 我以为是特地为我 不是 最后一个当天 他拼命地塞给人家 你快吃 你快吃 他叫人家 他菜拼命地往人家 管你家 他对人家多好 你说的我都记不起来 人家说的哪一年的事情 就是那个做小日子那一回 从他这些行为里面 好像对你的身体不大看重 从来不看重 工作也很重要 对 而且如果是塌兵了 那他就不得了了 那天都塌下来了 我这是得到癌症了 不晓得几厉害 他对他自己特别聚重 他别人都无所谓 特别是对我 这个王先生 我老婆把这个事情放大了 怎么放大了 我做小日子放大 并不是我不让你修理 不让我回事 他有时候他敏感听话的不一样 你把他送回家 免得烦他呀 没人烦吃 那回去以后有人管他吗 回去他家里卖菜头方便嘛 谁照顾他 那只有他自己 他自己会随便弄自己吃 他这个情况这个年纪流产 其实还是蛮伤身体的 这个我不知道 我也大意了 不知道 大意了 王先生这两句轻飘飘的解释 显然无法让妻子释怀 只会让他更加失望 他对我感情淡淡的 感觉挺淡漠的 张女士想要的是温柔呵护 可王先生却给不了 张女士告诉我们 他也曾劝慰过自己 或许丈夫就是个感情淡漠 粗之大业的男人 她的要求是太强人所难了 然而她的这种自我安慰 自我欺骗 却在几年后被彻底推翻 我以为她就是不做了 然后她妈妈她就会做 张女士和丈夫之前一直在外地打工 几年前为了照顾年迈的婆婆 夫妻二人就回到了老家工作 起初张女士对此十分支持 可当她亲眼目睹了 丈夫照顾婆婆的种种场景之后 她的内心就开始五味杂陈了 她妈妈脚痛了好多年 我其实也蛮心疼的 老人啊 年纪大了 病痛来了 然后说她妈妈在家里脚痛 打电话她 她马上甲得不请的 她按脚 包着怀里按脚 她妈妈不能上厕所 从房里包着厕所里去 怎么样都可以 她妈妈吃剩的饭赶给她 她就允许 我就不许 我以前年轻的时候 谈朋友的时候我就觉得 人家说比较疼妈妈的男人 比较会心疼老婆的 其实不是的 恰恰相反 她对她妈妈热好 她会对你热不好的 只有妈妈才能够让她这样 对 说白点的话 我自己的妈 那跟她还是有点出别的 我话真说 那我妈骂我 那妈比她的厉害我就认 张女士不可以 我也不顶撞她 但她不行 为什么 你刚刚说了 那就是不够珍重 不一样在哪里 我妈妈从教育时候 我们对她要珍重些 我妈妈八十几岁了 自从我爸爸走的时候 我妈妈一个人在家里面 说白了现在不能动了 生病了 我就说还在家里进 我能够多付出就多付出一点 再说我是这小的儿子 就我的付出比我的姊妹要挤了 给他们要多一点 回来的时候 就是为了我老娘身体不好 那是谁提这个意见的 其实这个意见是我提的 你知道吧 那时候在广州工资还高 她不乱一回 是我说的 我说老人现在身体都不好了 我们能够挨在身边 照顾一下就照顾一下 所以其实你是还蛮支持 她这样照顾妈妈 我觉得人人都要老 自己也有父母 是不是 对 我其实蛮支持 对父母好的人 我喜欢对父母好的人 其实我并不是说 要她对我像她 对她妈妈一样 但是对她十分之一也好 就说这个区别太大了 你知道吧 所以张女士生气的是 你妈妈脚疼你知道 我这座月子要被照顾 你就不知道 所以她心里不高兴 她又比较就难过了 是啊 所以她会认为 你对她没有感情 这是她认为 有句话叫做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张女士万万没有想到 丈夫在婆婆面前 简直像是突然之间 生出了一颗蹊跷玲珑心 安前马后 无微不至 和之前木讷的形象 简直判若两人 震惊之余 一股酸醋涌上张女士的心头 更让她感到苦涩的是 对于这份她梦寐以求 却求之不得的关心 婆婆竟然根本就不稀罕 她妈妈常常跟我说 当时不该生她 在婆婆心目当中 这个儿子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 对呀 这说得我挺生气的 你老娘对我还不好 我是你的儿子 我能够尽我最大努力 你能感觉得到 你值不值跟我 我不想上面去 王先生说 子女尽孝乃人之常情 可他怎么都没有想到 妻子居然会因此跟她大闹 不但把她给打了一顿 甚至还闹到要去离婚 开吃时代我倡议 安排辣子鸡 热辣火锅配倡议 太空军珠带给你 唱快好好随心意 倡议百分百 添加太空军珠K56 专为国人健康研究 好均喝倡议 唱快随心意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 我们的节目在金视频也会同步的直播 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金视频的APP 记得要点击并且加入到我们金牌调解的社区里 这样的话不仅可以观看更多的节目 还可以和观察员老师们零距离的互动 我们的调解继续进行 去年我们八月份是我们两个打了一大架 我把他打了 是打了 但是我挺生气的 而且我背上了一个不孝的年生 他妈妈就是在我们家里病了嘛 而且他来的时候我知道不知道 他都没跟我打招呼 怎么招呼怎么料理了 我也挺细心的呀 妈妈拉在床上 什么东西都是我跟他洗 包括洗澡啊 然后每天我们两个去上班回来了 他去睡觉 我在那里坐着招他妈妈 晚上还陪他十一二点 我还是有那份心想做到的 然后妈妈吵得要回家 他就送他妈妈回家去了 那个八月份很热很热 我喜欢缝纫嘛 在二楼他之前是跟我说了 他说要跟我按个空调 但是嘴里说又没做 他送他妈妈回去那天 我就把那个缝纫机 就抬到他妈妈睡的那个房间 他回来就看见了 他说你为什么要搬这个缝纫机 我说没为什么 我说这个屋里有空调啊 他说你搬这个 就是不想让我妈妈来住 他说你就是不想 他就是一个帽子 看着你什么 两个人就争起来嘛 我觉得我那么招呼他妈妈 我挺生气的 他后来跟我吵枣的时候怎么说的 他说这个家要由他妈妈做局 他妈妈就是局 我说这是我的家怎么 又不是他的家 是我自己挺生气的 就是这我们就打了一大架 就到民政局去离婚啊 搞到民主来就要离婚了 我就没办法 我就给私房一枪 我找调解宣 搞一整天了 我就没有离婚了 这个事问题在哪啊 他底下做的是不对 我怎么不对了 那个缝纫机可以搬一样 他前面说妈妈生病来 他也照顾了 不管是 是 照顾了 这不错 那如果妈妈要来了 他再把她搬出来 会怎么样 对啊 按道理是可以 对 那你 不知道他同不同意 就说当我认为他是 把妈妈赶走 妈妈要来他有反对吗 对没有反对 其实当时搬的时候 我一点也没有遮住 所以他为什么会这么 好像特别敏感 这个事情 我不知道啊 我挺奇怪的 因为他平常总在我面前说 我妈的不好 没练过我妈的好 哪怕他过世 我让我妈给他钱 他也不一定够好 你说这个我也认同 我在你面前说你妈妈不好 可能让你心疼了 所以我认为他对我妈妈 是表里不一的那一种 是你心里有鬼吗 王先生的想法 简直叫人匪夷所思 妻子全程对婆婆尽心尽力 在她的眼里 怎么就变成了表里不一呢 而张女士最后的这句话 是你心里有鬼吗 似乎并不简单 内涵深意 果然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张女士向我们 吐露了一个令人意外的信息 她和王先生 其实是再婚夫妻 走过家庭 她妈妈亲戚们都说 她对她前妻很好很好 但是她对我很敷衍 张女士认为 丈夫之所以会对自己冷漠 甚至恶意揣测 或许和她心里 还没有忘掉的那个女人有关 从来不聊她前一档婚姻的事 你提她也不做事 她也不说 如果要是一个人没放下 就不会聊 我不赞成 那也只已经翻篇了 你干嘛还要翻过来 跟自己找侮辱快乐 王先生 当时是为什么离的婚呢 我当时孩子小的时候 一两岁嘛 我在武汉上班 我前去她在家里面 照顾孩子的时候 都背叛我了嘛 这个事情 三天我就把离婚就办了 就是一个儿子判了我嘛 王先生你自己觉得那段感情对你的影响大吗 这没有我感觉这个东西 你突破我底下我没有什么和怀念的地方啊 所以这个可能是张女士你自己的一个感觉 还有好多事啊 关于她前妻的 比方说在农村里不是有家谱嘛 她的前妻在那谱上还是妻啊 而我是季妻 我妻得不行 我说我是拿了红白白的妻 怎么她成了妻 我成了季妻 她又没死 我挺生气 这个事 当时我跟那哥哥说这个事的时候 哥哥挺生气啊 哥哥说 我把仇谱的人 那能打一气 怎么这样的乱搞啊 她就听着无所谓我感觉 在她心目中她妻还是妻 这是态度的问题你知道吧 王先生是不在意这件事情吗 觉得没所谓 不是不在意 这个东西蛮简单嘛 那个朴实 就是照本鲜刻的那一种 什么照本鲜刻 我认为她太教肆 在我们家教肆是那种 四十五两就是妻子 管她妻妻是什么妻 五两是正式妻子就完了 那说明她在你心目中 她就是妻 我就是妻妻 我的地位没他们高 这莫名其妙的 家谱上丈夫妻子的位置 竟然变成了前妻 而自己却成了季妻 别说是张女士了 就连一旁的亲戚 也气愤不已 可偏偏这件事的 另外一位当事人 王先生却毫不介意 这叫张女士 如何不愤怒 如何不多想呢 那一刻 张女士强烈地感觉到 丈夫或许压根 就没把她当成妻子 甚至根本就没把 这段婚姻当回事 而近段时间 丈夫反常的举动 似乎也印证了她的猜想 我们做房子之后 我说多了有地皮嘛 能做一个渠房也好 或者吃饭的位置也好 她说我放在这个家里 我再不投一分钱呢 注意 张女士提到了扩建房子 这里面大有文章 据张女士说 当年她和丈夫 都是各带了一个 儿子再婚的 之后就一直住在 丈夫的房子里 几年前 为了给自己 即将成年的儿子 准备婚房 张女士就打算 在娘家的地皮上建一栋 当时是王先生自告奋勇 凭着一己之力 把房子建起来的 可就在几个月前 当张女士提出 想要扩建这栋房子时 王先生却不肯答应了 为什么出现这个问题 完全是问题在哪个地方呢 她几乎跟我一有矛盾的 就要闹离婚 总是搞得三而不了 四而不休的 你工作不是 不工作不是 闹得心情上特矛盾 现在你建了个房子 虽然没有债 是跟儿子们大的平台 现在感觉她 这要离婚了 这全部都是空的 所以你还是有这个担心 是吧 那我就散了 我看不到曙光 我干嘛去再去投资 为这个家 说白了不想付出了 就是这个意思 不是还有两个儿子吗 家里两个孩子关系好吗 他们两个好得很啊 从小到大 他们两个从来没有 我一件事 老过一件 从来没有 孩子比我们还争气一些 王先生 他是真的要跟你离吗 从他的构心讲的话 应该是八九不离十吧 应该说 张女士 你真的是想跟他离婚吗 像目前我们这种状况 离婚也不是一种 好的办法 我两个人在一起 我怎么找他 他就是不理 你就是一响一船 打着棉花上似的 然后他突然之间 又说一句话出来 气死你 就是这样的 与其说张女士是想要离婚 不如说 她是想用离婚的方式 来抗议丈夫的冷漠无情 可显然 这样的做法 只会把夫妻关系 推向绝路 怎么办 难道就没有更好的办法 来唤起丈夫的怜爱之心吗 王先生忽视妻子的背后 又是否隐藏着 耐人深思的一面 就在这时 观察员陈兴东 拿出了一幅画 他打算通过这幅画 来告诉王先生 夫妻相处的真谛 请二位看一下这个大屏 尤其是王先生 你看得懂这幅图片吗 这个老人领口 自己拎乳 要把他的妻子保护好 你只看懂了一半 这里有一个前提 是两个人在相互生气 在闹别扭 这下你看懂了吗 看清楚 好 那你想想自己 你做得到这样吗 没做到 这个我承认 为什么给二位看这幅图呢 就是王先生 你在很多时候 你可以忽略 甚至是有意地 要给张女士冷漠 主要是因为 王先生 你有一个很大的特点 你是个人很自我 在你的世界里面 主观永远比客观重要 道理永远比情感重要 当你认为 张女士做得不对的时候 你就会自以为是的 想方式要把它控制你 或者说是改变你 跟你讲道理没用 好 那就让事实去惩罚你 那么跟这幅图 就正好相反 即使两个人道不同 甚至是在相互生气 但是既然是夫妻 还得心相惜 这才是有情感的表达 这个点 我希望王先生 你好好去思考一下 那么对张女士 我给你三个建议 王先生并不是说 对你没有情感 他只是把道理 和主观的东西 放在情感的前面了 其实情感 不完全等于 甜言蜜语 很多男人的世界里面 他的情感表达 是一种硬付出 到你家去盖房子 他完全陌生的地方 能把房子盖起来 那要付出多好的代价 这不是情感吗 所以说 对男人的情感的理解 不能简单去看 第二个建议 张女士 你发现你很喜欢比较 把自己跟婆婆比 把自己跟前妻比 人要不要比较呢 要比较 但是真的不能简单比较 你要怎么比 首先要建立在 尊重各自的特点的情况下 王先生 他既然很有孝心 那么他对母亲的那种 无私的付出或者迁就 那就是可以理解的 你如果把自己的情感 来跟母亲这种情感比的话 那这种比较 最好就是自讨苦吃 第三个层次 为自己改变 比如说你是大大的性格 这本身天性没有错 但有的时候 在不同的场合 不同的环境 是不是还要有所约束 这个为自己改变 让自己变得更好 对吧 他不能强行去改变你 但你自己 要为自己改变 好不好 我蛮同意这个点 王先生 我在你身上看到了几个点 非常的有意思 第一个点是你的原生家庭 在原生家庭里 好像你不是最受宠的那一个 甚至是有的时候 会被忽略的那一个 这个部分是你原始的痛 这个原始的伤痛啊 有的时候是最难跟别人启齿的 会觉得我哪做得不好 我怎么好像做了很多努力 依旧不能够被自己的妈妈 完全认可呢 所以很多时候 你在用一种行动 不断地去掩饰这种原始的伤痛 那就是我要孝敬我的妈妈 我只有努力付出了 他们才能够看得见我 他们才会认可我 包括你的母亲 可能至今都没有完全的 因为你的付出 而去肯定你 所以从这个层面上来说 做得好叫什么 叫做孝顺 做得不好叫做什么 叫做死心眼儿 它得有一个度 所以我能够理解你说的这个部分 但是它会给你的生活 带来很多很多的麻烦 和后续的问题 比方说 你的妻子对你的不理解 第二个事就是 你说她特豪放 在桌上 跟一群男人谈笑风生 很开心 也很自由 你当时觉得浑身的不舒服啊 你会觉得说一个女人嘛 你就应该温良公俭让 你就应该贤淑 其实这里面啊 张先生 你反观一下你自己的内心 你当时那个愤怒究竟来源于什么 是因为它活出了生命的张力 而你没有 你是不敢去释放这种张力的 你是不敢去释放那种 让自己很愉快 天高任我非的那种感受 你从来都不敢 所以当你的老婆 能做到这一点的时候 那你是羡慕 嫉妒 恨啊 就是这种感受 明白吗 因为我每次看到你很快乐的时候 其实我心里就会不舒服了 就是在你的意识里 会有一个很拧巴的思维是什么 你好了 我就不好了 但是你其实从来没有想过 你好 我好 才有大家好啊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活出自己 每个人都可以活得 让生命更张扬一点 每个人都可以去寻求自己的快乐 痛痛快快地说出心里的话 痛痛快快地表达自己 痛痛快快地去做自己 就在王先生上 多少有一点木墙那一种人 你对你妈妈都好 并不是出于简单的笑 其实里面含着怕 怕带来的一种有点特殊的爱 因为一个真正有爱的人 他应该是对所有的人真诚友善 同样是最亲的人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妻子绝对是比母亲还亲的人 为什么我有些时候在妻子面前真的不太耐烦呢 你要看到 很可能你成长的环境给了你一个好好信任格 但是其实就是在提醒你 我们在压抑的环境当中应该学会真正的爱 而不是学会顺从 第二个呢 你身上有一点点大男子主义 可能你自己还没意识到 因为大男子主义它作为一种文化 它是藏在我们心里面的 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大家都知道 其实女性是不对的 是非常错误的 所以她往往又藏得更深了 就藏到家庭的角落里面去 就如果一个男人对女性不耐烦 或者在他面前要显示出不得了的时候 其实大男子主义已经开始了 你比如说她在别人面前抽烟喝酒 在现实的角度来说 如果一个男士抽烟喝酒大声说话 我们会认为她性格非常豪爽 但是如果是因为女性是这样的话 我们就会认为她过了 这一种不经意的差别 我们自己都意识不懂 包括她小彩就要休息的时候 你的第一意识是发现她的功能性减弱了 她居然要请假不能上班 或者说带来了麻烦照顾上来不太方便 你心里是很不耐烦的 你也承认没注意 其实这不叫没注意 这就是不耐烦 对于女性的尊重来自于哪里 不是来自于男女的绝对平等 而是对双方差异的格外尊重 尊重的第一步就是了解 如果我们甚至都不愿意去了解 很多尊重根本无从谈起 我们有一个建议 说作为丈夫的最好 一直把妻子当作你岳父岳母家的女儿 这是她的第一身份 后面才是妻子这些东西 社会角色提醒我们 第一她是一位女性 第二她不是我们身边的附属 所以你知道你妻子的诉求是 这么多年来不舒服 在这个家里面 就是大家都有一个理所当然的认为 女性就应该是什么呀 低眉顺眼 温柔 最好是小鸟依人 这些诉求藏在后面 很有可能就是大男子主 每一个人在婚姻里面 我们应该追求的是什么呀 对方个性的绽放 我追寻的是你最舒服的样子 而不是说我最看得惯的样子 所以不要简单的 互相用评价的方式 想推动关系的改善 我觉得更多的是 在自己身上深挖一些观念上的问题 好 我们进入密室 胡建云的话发人深情 王先生之所以会对妻子冷漠不耐烦 实际上是内心的大男子主义在作祟 而隐藏在这大男子主义背后的 其实是对妻子的不尊重 学会尊重 是王先生今天必须要攻克的一个问题 那么他能够做到吗 密室里整场都显得理直气壮的王先生 头一回放下了架子 主动表示自己需要调整 我会感觉第一 我对他这个关系要多一点 对他要多点关系多点合乎 多点重视 对 关系要放在前面去 对 关系要放在第一位 照顾他一般上我也照顾他 就是关心就是说 你这关心啥来点 我这个人可能是蛮目的一个人 想跟你说照顾你的时候 我就不想表达出来 还有 就是我的高兴上面 这个情绪控制上面需要改变 我的脾气来就来了 那我就反几点反几点 说过了就没事 他都跟他人怀疑 几多年了 十几年 二十年的事情 他都记得了 我记不得了 你要知道 因为毕竟是在怀疑 他在心里面积累了 对 他记得长期的积压 他才会说我离婚我要走 但他又不走 他心口不一 明明不想离婚 他很想把这种婚姻经营好 知道吧 廖喜玉希望王先生看懂 妻子提出离婚的真实目的 可王先生却表示 妻子虽然只是嘴上提 但这对于经历过一次婚姻失败的他来说 实在有些吃不消 显然 王先生非常缺乏安全感 对于这一点 密室另一边的李小云也敏锐地发现了 他试图通过专业的剖析 让张玉士重新认识一下自己的丈夫 他其实对人都缺乏基本的信任 一部分来源于他可能在婚姻里遭遇过背叛 而另外一部分是在他的家庭里 其实你认为他家人这样对他 他会对他家人很信任吗 你别看他现在安前马后的跑啊 这样去那个 但是其实如果他们家人给了他这种就是最基本的信任 或者安全感的时候 他就不用这么费力巴拉的去讨好啊 对对对 就他是非常缺乏对人的基本的信任感的 所以他就会觉得说 无论是对你的付出也好 他始终都会有一种就是半信半疑的感受 就是如果我对你们太好了 我会不会竹篮打水一场空 就像对我家人一样 对我前妻一样 会不会竹篮打水一场空 对对对 他对我说的一些人就是像 他怎么说 他说我怕关了你 他以前跟我关心很好的时候 他就说 他说我不能这样呢 我对你依赖心太重了 要是哪一天 要失去了 哪一天失去了 他就会承受不了这样的痛苦 对 就这个意思嘛 李小云提醒张女士 透过现象看本质 王先生对她冷漠的背后 或许并非是出于嫌弃 反而是因为太害怕失去 而给自己穿上了一层保护的铠甲 至于如何让这保护层消容 李小云给出了她的建议 你有的时候要帮她去替她说出她的情绪 比如说你看她今天在这个事情上 她可能又受了委屈 她们家人又对她一副那种不待见的样子 或者干什么 你不要去刺激她 你比方说有的时候你可能会心里很替她不平 你会说你看嘛 你做那么多吧 你家人还不是对你不待见 你这样说了以后她会更难受 那我应该是 是这个道理吧 她最不让你说这个话的 她知道行 但是你不能说 她不能让我说出来 你说了以后就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了 让人不舒服 对吧 你可以这样跟她说 好像你今天从爸爸妈妈家回来 好像心情不太好 我能理解可能是 你做了这么多 家里人依旧好像不太灵情 换了谁都不舒服 这就叫做我帮你标注你的情绪 网络有一个词叫嘴T 你也不要求她回答你什么 但是她就知道 我在这一刻被看见了 被我理解了 被懂得了 被懂得了 目前来说我和家人都没有看见 我就要看见 张女士学得很认真 她愿意去理解丈夫 帮助丈夫 那么这是否就代表着 她愿意放弃离婚的决定呢 在走出密室后 一向大男子主义的王先生 又能否拿出妻子想要的柔情 不要走开 马上回来 这里是江西卫视金牌调节 我们从密室出来 继续回到调节现场 来看看此时此刻 我们的张女士还有王先生 有什么新的想法 老夫 这个听着老师 您在现场 为我们的婚姻拔卖的时候 我现在这个 我们的感情家庭 感悟比较深吧 应该说是 好 这我还是非常爱你的 这多年 你为家里面也付出了 为一个大家庭 你们也付出了 这一点我还是非常爱你的 老公我也爱你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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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今天说大男子主义 不知道王先生接不结束 结束 这个问题我刚才跟他廖爷也说了嘛 这个问题我要从自身改起 再慢慢地引导我老婆 拥着我们的家庭来 我以后两个人有点什么分歧的时候 先想想是不是可以拉下手啊 抱一下啊 是吧 之前 以前牵的比较多 后来他不牵我的手 他不让人牵 我要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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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道理大家心里都亲手 那一下就是情绪 而情绪是用情感去化解的 是吧 送个礼物给你们都说不过去 送个红包给你们 所以我还是非常爱你在 一句真诚的我爱你 一个温暖的拥抱 王先生终于卸下了心房 把最赤诚的感情表露了出来 而张女士在接收到这份爱意的同时 你也是最棒的 这或许就是爱情最美的样子吧 在节目的最后 我们还是想要提醒一下王先生 真正的爱是什么 爱是尊重 是平等 是理解 是爱你本来的样子 而非我所期待的样子 不信尽